我們昨晚有6,116個個案是測試陽性 其中有3,444個陽性樣本 是我們衛生防護中心的法院所做的 另外有2,672個個案 是醫管局的陽性樣本確診 在3,444個陽性個案 是衛生防護中心做的測試 裡面有35位有L452R的變異病毒 即是懷疑Delta 而3,366個是L452R的陰性 即是懷疑Omicron 還有43個個案 就是測試還未出到 或者是陽本量太低 未必做得到 在這一刻今早我們就有6,300個初步陽性個案 我們發驗所直接昨天收到3,800個陽本 是有待確診的 即是還有一部份的陽本 還未送到我們的發驗所 請私人的發驗所 盡快送的陽本去我們的發驗所 在6,116個個案裡 有9個是輸入性個案 6,107個是本地的個案 我們由昨天到現在 暫時收到19間院舍 我們正在跟進一些個案 或者是院友 或者是工作人員 那裡 現在暫時我們有6,961位人士 正在接受家居檢疫的工作 家居檢疫 包括3,163位家庭 現在仍然有2,866名確診 和初步確診的病人 在我們各間公立醫院 北戴嶼山醫院 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醫院管理局傳染病中心 亞洲博覽館社區治療設施留醫 另外我們大概有2,100名的病人 在竹高灣社區隔離設施接受隔離 現時就有10多名的確診病人 情況是危殆 有214名的病人康復出院 我們再多了24名的病人離世 其中有15名的病人 是在過去一天離世的 另外還有9名的病人 分別就在2月11日至2月15日期間離世 因為由於個案其實都太多 所以數據就有些滯後 所以遲了少少和大家公佈 連同上述的病人 至今有249名病人離世 詳細的資料就會在今晚的新聞稿 和大家公佈 醫院對病人離世感到難過 亦都會為家屬提供適切的協助 現時公立醫院的隔離病床 使用率已經超過9成 已經是我們隔離病床 可以接受病人的上限 在這幾天我們都有很多間急症室的外面 都有似有些臨時的帳篷 被一些未入院的病人在那裡等候 對於這些情況 其實我們醫護人員是很不開心 也都很擔心我們的病人的情況 尤其今天其實有些雨 再加上接下來幾天天氣都開始冷 我們都在想著不同的方法 去盡快安排病人入院 希望解決到這個情況 所以我由即日開始 其實我們都會先頭徐副局長也提過 會更改社區隔離設施的出院準則 一般病人在檢測呈現陽性 那天開始計起 七天之後如果沒有病徵 快速抗原的測試呈現陰性就可以離開 但如果他們家裡有一些較高風險的同住家人 譬如好像70歲以上的長者、孕婦 或者一些接受緊化療免疫治療的病人 這些類病人就要留內少少 他的檢測是呈陽性的14天之後 如果他有一個抗原測試呈現陰性才可以離開 我們希望這個安排可以大大地縮短了我們的病人 留在社區隔離設施的日子 這個做法措施就可以幫助我們 騰出更多病床去接收其他有需要的病人 第二個呼籲就是我們也想和安老院舍的營運者 希望他們和我們合作 也希望他們理解我們現在的處境 也希望他們體諒在戶外等著這群長者的情況 急症室的同事就有和我們反映 有些院舍送了長者來急症室看醫生 就算醫生評估過長者的情況是適合回院舍 但是院舍也拒絕接收這些病人 變成有些長者會留在醫院 這樣不僅嚴重加重了我們的負擔 而長者長期留在醫院也會增加他們感染的風險 所以我們再次在這裡呼籲 安老院舍的營運者要以大局為重和我們合作 不要拒絕接收這些長者 如果他們有困難 其實我們外展的同事和相關部門也會提供協助 第三個呼籲都希望多些私營機構的同業 可以伸出援手加入我們的抗疫團隊 因為其實我們不斷擴展足高灣社區隔離設施的病床數目 我們需要大量的醫護人員幫我們 其實我們已經加快了我們的招聘程序 如果私家醫生早上做登記 其實下午已經可以幫忙看我們的病人 所以我們都希望同時間 我們都希望私家的同業可以幫助分擔 社區隔離設施、醫療站的管理和營運 讓我們的人手可以調回醫院去和前線抗疫 我都希望跟大家說 醫院現在面對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如果大量的病人在戶外等候的情況持續 其實醫護人員就算怎樣努力 怎樣日以繼夜去工作 其實都沒有辦法 只是靠我們自己解決到這個問題 希望大家都衷心支持他們 我們共同合作去渡過這個難關